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十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您喜欢本节目请您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频道打开通知 这样有最新节目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通知并且首先观看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 他表示现在美中之间仍然有对话 但是这种对话已经发生了改变 他表示川普政府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已经在起作用 他说第二届川普政府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挑战就是中国共产党 而他在谈到中国政府时再次指认中国共产党 并使用总书记的党内职务 而不是国家主席的称谓来称呼习近平 下星期一将前往英国和丹麦访问的蓬佩奥 星期三在接受美国国会山的视频采访时多次谈到了中国的问题 他表示川普总统如果当选 那么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将是他的最大的挑战 现在美中两国的关系已经因为南中国海 还有新疆西藏等一系列问题而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在谈到目前的态势 蓬佩奥表示双方正在对话当中 他特别提到了三个星期之前 在夏威夷与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的会谈 他说但是悲哀的是他们想谈合作 想谈如何成为一个遵守法治的全球大国 然而在每一个地方我们看到的他们的行动都与此不符 这位被中国媒体执认为人类公敌的美国首席外交官举例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零一五年在白宫的玫瑰园承诺 不会把南中国海军实化 但是他这样做了 他做出了一个五十年的承诺 在得到国际承认的中英协议中 承诺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 而现在这个承诺从根本上被违背了 中国方面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如此 他们根据巴黎气候协定做出承诺 但是离遵守协议相差很远 这是一个以对世界构成真正威胁的方式形式的中国共产党 他接着表示美国将在每一个地方对每一个这样的行为作出回应 以确保我们的维护美国国家安全 并让中国共产党付出代价 促使他们改变行为 从而带来好的结果 我们想要自由和开放的太平洋 而中国共产党继续在这片水域视为自己的海洋帝国 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他表示现在美中之间仍然有对话 但是这种对话的性质已经不同 他表示坦率地说这种对话与几十年来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对话有所不同 曾经发生的情况是美国做事不管 让我们两国之间重要的商业关系这样发展下去 把美国人民置于险境 我认为中国领导层明白情况已经不再是这样了 蓬佩奥还表示很长时间以来 美国以往的政府允许中国从事非常不对等 对美国人极为不公平 而且使得美国的国家安全置于危险境地的做法 而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开始扭转这种情况 他表示北京对此做出了反应 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好 中国共产党通过他们的扩张主义 帝国主义和威权主义将自由和民主置于险境 我们希望看到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蓬佩奥还表示 在我所到的每一个地方 每一位与我交谈的外长 他们都认识到了中国对世界所做的一切 我非常有信心 现在世界已经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 与他们的接触 也将与这场灾难性的大流行病之前有根本的不同 同时他还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淡化了日益严重的冠状病毒危机 他说当你的国家发生导致大流行的事件 你有义务报告这一点 并允许其他人进入并帮助你对他进行透明的调查 而中国共产党却选择了不同的方式 他们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来实施这种掩盖行为 结果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我们有数十万人死亡 全球损失了数万亿美元 这是直接的结果 而他表示他相信世界会让中国为此付出代价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最新报道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内部邮件显示 在今天也就是周三有一百多名美国外交官还有家属飞往中国 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出现了加剧 而华盛顿方面正在推进其恢复外交使团的计划 一架包租的商业飞机离开华盛顿郊外的杜勒斯机场 前往了韩国首都首尔 而乘客将在那里转成另外一架配备有专业医疗设备的飞机 然后飞往中国城市广州 这次飞行只是一千二百多位美国外交官及其家属 返回所需的众多航班中的第二家 美国方面正在努力全面恢复其在中国的业务 这样的业务因为二月份的冠状病毒爆发而出现了搁置 一封署名日期为周三 由路透社查看的部门电子邮件表示 现在正在安排更多的航班把外交官接回中国 对于那些仍然等待回国的外交官 我们正在获得外交部的批准 将在未来几周内有后续航班飞往广州上海天津和北京 由于中国的规定 这些航班将被限制在最多一百二十名乘客的范围内 现在华盛顿和北京就如何把美国外交官带回的条件 进行了数周谈判 分歧最大的问题是外交官和家属的检疫和检验程序 以及航班频率一次能带多少人回来 国务院告诉其内部员工已经得到中国当局的保障 如果检验成果呈阳性 那么父母也不会要求与子女进行分开 但是在其他的问题上的分歧 比如说在中国的实验室进行检验 其实一直存在 外交官们说要接受检验违反了一九六一年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而内部邮件表示在抵达中国时 各年龄段的成人和儿童都应该准备接受鼻腔或者是咽噬子的病毒检测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日经亚洲评论的最新报道 文章介绍了有关于中国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的更多情况 文章表示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将在两周左右到来 这将拉开中国最激烈的政治季节的序幕 虽然人们将这样的会议称为是会议 但其实只是政治人物交流意见的非正式聚会 但是这却是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为紧张的一次大会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河北省的海滨度假胜地北戴河 他有可能受到中共退休老人的批评 今年的会议情况非同一般 首先考虑到疫情谁也不知道他们能否照常聚会 第二考虑到这些元老们的年龄和身体状况 在距离北京有点远的北戴河举行会议 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更何况现在病毒的爆发在国内刚刚得到控制 但是在中国面临这么多问题的情况下 不管是病毒香港南海还是和美国的紧张局势 不难想象这些长老们想和现在的领导人谈一谈 据说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已经跌至了一九七九年 两国实践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 因此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突然发出了和解性的信息 让人觉得有一点出人意料 他在七月九日的中美智库媒体论坛上通过视频连线表示 美国的一些朋友可能已经对一个成长的中国 产生了怀疑甚至警惕 我想在这里再次强调中国从来没有打算挑战 或者是取代美国 或者是与美国全面对抗 这似乎看起来是因为北戴河会议迫在眉睫 对此有所影响 北戴河的元老们到底是谁呢 是十到二十位现在仍然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 他们就是阅兵的时候站在天安门主席台上的前领导人中的一些人 其中有九十三岁的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九十一岁的前总理朱镕基 七十七岁的前国家主席胡锦涛 还有七十七岁的前总理温家宝 他们多年来一直是北戴河会议的核心人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几个人的关系良好 但是他们确实是有共同点 而共同点就是曾经目睹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并且坚持把自己的锋芒收起来 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刺激行动 还有就是采取温和的对外政策 前领导人邓小平主要是推出了这样的一种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 并为后面几任领导人所接受 而习近平走的却是另外一条路 他在二零一二年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之后 迅速抛弃了邓小平的政策 开始讨论中国如何成为大国 而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采取了在经济和技术上比之前更早赶上美国的战略 但是这样雄心勃勃的战略却导致了与川普政府的严重对抗 川普政府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威胁 该党投射出一种团结的感觉 但实际上他怀有多种不同的路线和方针 习近平目前的政策显然不会得到压倒性的支持 如果异议从少数干部蔓延到更广泛的阵营 并且得到幕后有影响力的长老的支持 那么习近平的政治道路将变得更加的棘手 香港的国家安全法的制定 与所谓的文革改革开放还有天安门广场的镇压上 已经成为了党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决策之一 必然被载入史册 而法律极其富有争议 北京要求对不在香港的外国人进行司法管辖 如果他们被认定是犯了法律规定的罪行 理论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以被指控犯有中国单方面决定的犯罪行为 不仅仅是自由世界的政府 而且外国公司也对这样的法案表示了强烈的关注 他们担心这侵犯了世界各地的言论自由 表达自由还有经济活动自由 强烈的反对是意料之中的 但是习近平的政府还是推动了法案的通过 而煞费苦心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这些党内的元老们 现在一定心仰难耐 想警告习近平不要太过于自信 现在他们年事已高 以后可能不太会有机会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了 而这些党内的元老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担心中国与美国日益紧张的关系 他们有许多子女和亲属 还有高级官员的子女和亲属 都曾经在美国学习工作和投资 许多人持有大量的海外资产 包括土地还有房产 而数亿美元的资金可能会受到影响 如果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政要实施大范围的制裁 那么他们必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这在他们中间引起的冲击波超过预期 一位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中国人士这样表示 这是一个务实而严肃的问题 中国的国内政治包括北戴河会议 曾经只有少部分人感兴趣 但是中国政治现在已经具有全球影响 而北戴河会议也必将吸引更多的眼球 在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 记者和分析家们才能够通过消息来源和会议记录 来了解北戴河会议的全貌 在二零一四年当年的八月初习近平抵达北戴河 当时他显得非常的紧张 表情凝重少言寡语 焦虑让他显得心不在焉 很难做出反应 即便是随行人员敦促他注意脚下 而当时在之后习近平开始对有影响的人挥舞反腐的大棒 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还有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军队的高官徐才后 在二零一四年集会前不久举行的一次内部会议上 习近平曾经表示 我们正在进入反腐的新阶段 不怕任何人 习近平当时没有点名 但实际上所指的是现在习近平已经是事实上的终身主席 正大踏步地完成进一步巩固权力的任命 然而北戴河会议对于习近平来说仍然是个麻烦 这是他唯一必须担心的会议 习近平被认为是红二代或者是太子党 他的权力基础是由革命时期党的领导人的同胞子女构成的 但是让他震惊的是 习近平在二零一七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进行人事变动时 并没有任命很多红二代还有太子党来担任重要的职务 相反他提拔的大多数曾在地区政府 其中一个会让长辈们感到不满意 首先是以防病毒为名取消北戴河的所有活动 在北京召开必要的会议 这是有先例的 比如在十七年前当时胡锦涛政府为了应对SARS 就选择取消了北戴河会议 另外一种选项是在比较小的规模上举行北戴河会议 实际上将拒绝更多元老的参与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